讓這個防守者沒有辦法去做到比較積極的協防 所以相較於其他四名球員就有更大的進攻的範圍 這個空間 對 將軍也不甘示弱 對 也用同樣的方式 TUGO 他的起跳的這個高度跟他的彈速 真的是有別於我們這個一般的台灣噴吐球員 這個時刻的節奏都非常快 兩隊在轉換攻擊上面都是第一時間去做到進攻的選擇 將軍再一次的得分 他目前單捷已經攻下10分了 在第一拍這個過人的動作上面 明顯的佔有極大的優勢 這個傳球被判斷出來了 將軍會不會來一個Show Time 單手碰的SLEEP DOWN 將軍今天的裝置 將軍你看到他在同樣對位上面 他的移動能力優於對手非常多 193公分 今天的將軍已經達到了10分 對 那我這些球員提早跟你教練做一些互動 這個見面三分請 後面你要再找他的時候 你不能等他打出來你再找 你提前要跟他培養感情去看到 對 你看到南湖的外圍的這兩名四五號球員 汪哲宇跟將軍 尤其將軍這夠球員 打不去 這個到大學絕對是一名砍匠 所以現在相信應該 很多大學隊都會鎖 南湖的這個 武林的一個步陣 比較合適的防守步陣 還是一二二 不過你就看到 這個南湖在投射的距離 直接拉到三分先外圍兩步 這個防守真的很難 再一個進入籃板換兩分 今天的將軍真的是 unstoppable 擋不住 其實對於現在的東泰呢 要守到二三的區域防守 他們也是有蠻高的風險存在 哇 來到的下半場 東泰又是連續的兩顆三分球 南湖今天的這個 這個發球在失誤的邊緣 但是意外放了一個空檔 讓將軍輕鬆上籃得分 趕荷生 防守將軍 收起來是有點吃力 將軍是今天南湖第二位得分的球員 但在開槍的同時 你也必須要找到子彈 喔呦 將軍高級動作 將軍也跳出來搶分 所以 每比彈跳的高度都要再恐怖一點 但是林彥廷的優點 是他本來就是後衛出身 他在這個整體的控制球 組織能力上面 將軍 將軍 大腳的轉移 底線有一個空檔 這也比正常的情況大很多 那正常來講就變成你在這個 體能的調整或者是在訓練內容上面 接方上早就已經做好準備 對 將軍要比速度 前面防守他的就是王凱玉 兩人的對決 將軍 技高一籌 也是一樣的 這個進攻的這個邏輯 因為他也是有內線單打的能力 攻了 今天要挑戰大三遠 藍牌跳得高 將軍起飛空中拉了一關 哇 Nice play 三分的空檔 本身彈性好 然後又是做到一個跳投 而且他出手的仰角度 有點像NBA 像Paul Pierce 或者是Kobe Bryant這樣 拉得非常高 所以你要去蓋他的這個 出球的這個點 其實你相對 跟對方立足慰問 將軍面對到修魯奇 打了就特別的有心得了 馬上將軍 Nothing but net 還了一顆三分球 在訓練的過程 練的量應該是很大 是 你可以看到去高度 講到速度 其實今年在 螞蟻教練 他有特別提到 希望在整個後場 是交由陳偉去控制到節奏 像契承學長劉承諺 可以這張 hold住全場的一個概念 將軍第一球往來的硬擊 林俊鎗現在對決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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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俊鎗也回國 硬是把他按下 林俊鎗覺得說 這個我打你有機會 身道 跟以往不同內容的一個表現 還是要有球權 大轉身 Finger Roll 在空中的第一手挑籃 走開將軍 轉身 轉身 因為他這個臂展延展性 我比較可惜 這幾年 三民家鄉的比賽 轉播的比較少 結果在大專的比賽有機會 但是義手的球員 又都還滿成熟的 自己都能夠解決問題 所以小燕也事實上在場邊 要進行精神 你能夠把球放進籃框 真的是很實在的一名選手 所以也讓南湖在關鍵的時刻 是少了一個得分點 對 將軍在這個階段 一定是各隊 重兵看管的這個 主要的這個球員 所以對於整個南湖來講 你如何從將軍這個 哇 兩邊現在看樣子呢 是要來比外線喔 超到球之後高峰的上籃 透過慢鏡頭 上籃 球有沒有先碰到 應該是沒有 而且好像還在上升呢 當然到目前為止 這個南湖高中 在籃板球 尤其是進攻籃板上面呢 是三比例 將軍兩個大跨步 就切到籃底下得分 哇 從一邊的底角 靠著不斷的傳球 到另外一邊的corner 將軍的加速 跟將軍之間的配合 而且最後裁判還享受 這是球進算 智平這個球打得非常聰明 他現在從中路去突破 吸引對方的這個X5去補位 那剛好將軍這個時候 刺激的去做到一個跟進了 幾乎是球沒有什麼落地 一開始運球之後呢 將軍就得分了 單捷攻下了5分 想要close 哇 這個傳球高水準 這是 南湖雙槍之間的連線 數量都超過了 都在45 甚至是更多 再把球抄回來 將軍變成1對1 直接挑戰成功 現在是從將軍變成上校 現在又打回將軍的本色了 瞬間呢 兩邊又回到1分差 詩琴和范曉琳 黃浩豪接連跳出來搶分 千萬別讓將軍不開心 拿到單捷的第7分 再說到切入突破啊 將軍當然不在話下 比數一路驚咬 真的 而且又是在巨蛋的體育館 雖然兩邊都有經驗 不過這真的是 比較抗壓性的時候 進攻過來的 對位的速度有點太慢了 讓對方這幾個 讓志平這幾個球 破得有點太輕鬆了 對 雙方幾乎 雙方幾乎 一路是整場的 一路都是拚區域的防守 將軍的連續動作 球盡算 將軍兩分算加拔一球 但南胡現在真的要找到 三分外圍的火炮 不用了 將軍在內線跳出來 第一時間補進 哇 在的期間啊 能夠 面對三米加上攻下24分 今天他是攻下到23分 將軍還是得靠他 球戰後一個將軍 將軍進去裡面 吸引對方的防守之後 送到外圍 外線的射手啊 因為 南倫當然他們有非常好的 這個 今年聯盟裡面最棒的 圖面GAME的組合 是 有艾哲跟 王凱鈺喔 那但是這兩名球員 已經被各隊重兵看管 所以能夠創造出來的就是 外圍 所以他可以有效的去 延遲這個防守者 那完了之後 對方只要換防 因為尤艾哲這個點 又能夠跳投 又能夠揭露喔 所以 防守者必須得要換防 你也不會有什麼領先的機會啦 而且這一次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 未來進到 進入到八強的球隊 都各有勝負 沒有哪一隊是全勝的 目前看起來高硬絕對 但是高硬玉賽也出過球 產生出非常多的這個失誤喔 那反而將軍在這個進攻階段 讓他的隊友先做啟動進攻 你可以看得到 他都是等於是第二第三次的這個接球球 讓他在落邊持球之後的擔打 可以增加他進攻的效能 是 傳球的選項喔 那這個選項其實他的視野非常廣 那其實能仁加上也利用他這樣子的一個視野 會去做到落邊的這個 領先領路角的一個眼部喔 將軍打開了 對讓他們的手 對讓他 Low pose 將軍 這步誇得相當大 對 一開始的對位喔 能仁的這個對位就已經是一個錯位了 明天省力的話 開始吃腿的力量的時候 發現腿力不足喔 是 將軍還給M1 依賴的這個將軍 那這個階段 反而因為將軍前面一場 前面兩場球 在被對方重兵抗款的情況底下 他把球權讓了出來喔 他讓了出來之後 反而 南虎千萬不要在最後關頭自亂正腳 尤愛哲來一個360度轉身沒有 尤愛哲累了 這幾天基本上 他光要接一個球 就要浪費很多的體力了 哇 又回不來了 這是下半場一再碰到的問題的人 十球 再會將軍 南虎大帥將軍 還是將軍 將軍 郭宇總看一下籃框 林冠榮在座轉移給將軍 右邊這底角是一個完全的完整機會 再來一個3分 曾祈祥 還是在內線上有比較大的優勢 對 所以他們內線呢必須要能夠發揮 尤其是尹其倫跟余 在內線上多能夠去持球 就是說在半場的組織在裡面啊 你這樣的話 你的好處是你可以靠近籃框 而且不容易有任何力把他對方 林冠凱是昨天面對青年 團隊三分外線唯一投進的球員 將軍就有更多切入禁區的機會了 對 現在 黃品豪的手上 已經是一個投射機會了 這個出手節奏真的夠快 兩個傳球已經來到前場 將軍這回傳球有點危險 林冠凱 再給將軍 將軍切入禁區 正面打板 球盡順 要從慢動作再來看一遍 余宏凱現在很疼痛 相當痛苦的倒在地上 哇 哇 膝蓋 這個重很重啊 對 球過來 再交給林冠凱 做了外圍的Weave交織的傳球 再給張俊 張俊切入禁區的束手 進 差距14分 對松山來說不是沒有機會 而且這一節事實上南虎 丹姐還沒有投進三分球 這個快攻被曾祺祥把握住 將軍 面對于宏凱的防守 再回給張俊進區好球 哇 這是他跟陳靜宇之間的配合 對 這個丁仁是類似這個Pack Line 就是對持球者做壓迫 但是其他球員 做這個 成退的這個防守 就是不做DENY 他做這個OPEN STANCE的這個協防 主動的協防讓整個 男性一球也好 你這個分數也不會追得那麼辛苦 從第三節開始 他們的三分線就消失了 而且第三節前段 其實松山 很刻意的做了蠻多外線的投射 是 不過都沒有好的結果 將軍 也在這季三分 要滅了三分 南虎基本上就是戳麻將 在第四節 再送給將軍 這兩季三分球 將軍自己也發出了怒吼 紫時 先看這個球 將軍在剛才因為示範的麻煩 先提早下去 一個不好的出手選擇 如果感染到整個隊上的話 其實你得分很難得到70分以上 是 剛才劉承勳的兩罰都沒進 今天將軍並沒有先發 剛剛正想要提結果他 南虎高中 將軍跟汪哲宇這兩點 有面框的能力 再轉換了一個3-2的區域連防 這個防守馬上收縮 把球給夾掉 張俊再給前面的將軍 繞過了防守球員之後 上籃得分 這樣的失誤是必須要避免的 先看一下南虎高中 很快的一個轉換快攻 很多球都經過他去再 做一個攻勢的展現 本身他的進攻欲望也很強 他才高二 而且有190公分 將軍在湖頂位置 BANG 3 單捷7分 一敗了高院攻上 這樣的一個傳統強隊 所以賽事的戰功是非常難講 對 將軍的拉開 身形非常柔軟 加油 加油 將軍做一個第一手傳球 再回給將軍 強勢的右路上籃 將軍當然在右水力了 所以他認為你有投籃的一個節奏感覺 每個人都面框的去做積極的攻擊 這會讓防守遇到很大的挑戰 而且隊友這幾個3分 其實讓將軍得到了幾波半場攻擊的休息機會 所以現在他馬上持球又得到2分 帥速傳導投籃 再加上將軍這一次的切入 所以泰山 非常缺能 將軍的拉桿 他的下半場 終於第一個Fill Go出現 這球可能要為比賽定調 而且泰山差點把球抄到 對 將軍 地板球送軍去給王哲宇得分 通常在高中層級的比賽 這個命中率45%已經算是夠水準 50%算是水準以上 對 不過該場球當然因為對於高院來講 他已經確定是分補第一了 所以他打起來並沒有太大的壓力 對 對 打到對位上面的吳忠宏 吳忠宏是內線的球員 汪哲宇把他拉開這三分線外圍 去做到面框的進攻 換成將軍要互別瞄投嗎 In and out 轉出來不過球回到汪哲宇的手中 麻煩陳靖宇的手中 交給將軍 Easy basket 先持球的林祖賢 但是前次的Driven Kick 交給了將軍 將軍 FINIT選手手持稍微滑了一下 將軍在湖底拿球 秒藍第一線沒出手 第二線再來豪修 It's good shot 到藍底下不過卻遭到了這次的火鍋封阻 將軍 直接到藍底下 想要用扣的方式還造成了犯規 哇 我都跟得住他的喔 將軍這球高揍 將軍令 對 嘴巴含著Chess 不要翻規的部分 事實上 這比賽的節奏是流暢的 是 將軍 大號的三分 將軍令 這個沒有辦法 就是你高院基本上 該做的事都做了 但 汪哲宇都三分 對 反而他希望說 就在齊聲打業 沒關係 我讓黃品豪跟 郭忠祐還賠掉 而且 台服體封閉好像可以當到分數 現在 高遠把防守右手 樹領先的話 其實邱淵 甚至到替補球用換上場 都會比較有一種安定的感覺 這個球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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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靠三分現在追分 他在外線有這麼好 這麼輕鬆描覽的一個機會 前面已經講到十一場比賽裡面 這支球隊有五場球三分出手 是比兩分還要多 江軍 是在這防守方的轉換上 要能夠阻止南山的推進 對 不過南戶高中這支球隊 感覺起來是要跟你拚進攻的 江軍在低階三分線 霧頭四重 又沒有人 江軍全是沒人對他在開玩笑嗎 喔 怎麼會這樣 剛才說他現在手感這麼火 他這就是 跟吳俊凱這隊高一的超級新人 兩個人在這個階段 其實不論是在整個防守 或是進攻的項目 都可以球隊莫娜幫助 換成汪哲宇 這邊也是 你帶到籃下以後 還做了一拍的停頓 再次出手 江軍搶投 球盡算 昨天包含在南山隊到青年的比賽 其實南山是這樣的一個受害者 是 江軍在這樣比賽 已經投進了第六季三分了 百分之十球落後 曾經到達兩位數字 江軍 兩支球隊在107選領度分別 東山是第六名 而南胡是第八名 那兩支球隊也都是 近年來喔 很穩定的這個 八強班底 東山是連續四屆晉級到八強 而南胡已經 剛才是 魏彭河的切入 控球的這個位置 張軍的中距離跳投 有 開賽手感不錯啊 開賽第一節的五分鐘左右時間 兩隊現在的分數 是呈現拉鋸的狀態 果然跟賽前 預測這個五五波的狀態 是差不多的 這裡 他這個前三場比賽 第一場拿了三十一分 第二場拿了二十一分 第三場拿了三十五分 每場比賽 基本上 所有的球員他都知道 我們今天 隊到東山的時候 就是要守林 信官就是要守陳偉 那其他的隊員呢 也就是要跳轉 林冠榮 撿到 林冠榮在倒給將軍 自己的切入中距離跳投 進還造成了犯規 對 所以我們剛才從 將軍一開始 當你三分線放他頭的時候 結果你就被他抓到進攻籃板球 那他就可以讓他輕鬆帶一步 中距離這樣子跳 命中率或是他的籃板得分都數字都非常好 但是他在法球線上的出手 前兩場是0的 將軍的Buzz Beater 球全是還是持續在將軍汪哲宇 跟林冠榮三名 球員手上在輪轉 這次找到底角的出手 有 位置 林冠榮 將軍輕鬆的兩分球投射 對 他們今天的手感 是令對手東山那 是劉冷漢 將軍的切入造成M1的機會 他的表情已經看得出來信心十足 對 將軍這一顆雖然說廖啟榮位置已經站好 但是還是利用自己厚實的一個肩膀 撞開了一點空間 也是來自金華國中畢業 名校出身的球員 對 這幾年當中 金華國中跟 台面這個中原 竹路 對 竹路中原那種感覺 真的是 現在招生真的是教練每年頭很頭痛的事情 就是 另一場大戰的開始 真的 而且這個是 高中的一個球員 就是 比較屬於內向 那他們的內向不是說因為他們的個性是神 但是現在大家可能都用手機在溝通 將軍這邊 用腳部轉身的切入又造成M1 一把以天見不斷的在東山 不管是外線還是內線的製造上 比他們兩個來的好一些 所以意思是說 現在的籃球的一個趨勢 你不只是說你的外線的球員 你要有外線突破能力 你能夠 也要我講的是說 如果你在防守上面 你沒有辦法給現在on fire的一個南虎的話 你至少在進攻上面 你要給他一點防守的壓力 哇 將軍 再看一下剛才 將軍 這一球 拿到之後 直接一個漢地拔衝 Spa Shot射手道 現在移位到45腳 他也可以馬上 所以說 如果他 陳俊宇他接下來在接下來的比賽當中 人家慢慢會去看管他的時候 他的一個命中率 也要能夠以隨著他這樣子 而能夠提升 不會那麼快 所以還是會有一段過渡期 對 我想 南虎高中這幾年在 按照南虎今天的進攻節奏 看來要得分破百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將軍的三分 出手 打板還是有 將軍三分 後裔現身 將軍真的 前面還要再加一個大將軍 真的 今天有一句話來形容將軍 誰敢單騎闖天下 唯我南虎大將軍 對不對 不過青年在第二節一開始兩波進攻 都沒拿到分數 這是南虎追分的好機會 將軍接到球之後 這個球在禁區 打到對方的犯規 而且兩分計算 將軍這一顆覺得打得非常的漂亮 先往中間轉 轉完之後 然後 然後 籃球被黃品豪給收下來 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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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之前 他的 看來今年高中 哪一位選手要跳出來 針對對方 現在區域聯防 哇 這個球又被將軍超跳 190公分 身高的話 再來得分 將軍在第二節貢獻了10分 雙方變成平手 太上來了啦 將防守 但是 現在南虎高中這邊 對於區域防守這一塊 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多的一個對策 討厭訓練 空中拉雷桿 小曜翔 這顆球感覺在空中 好像有多坐一個椅子一樣 對 待會兒將軍 都沒有辦法回應的時候 那你現在防守就要付出代價了 將軍剛剛抄球人已經在敗場了 兩步上來得分 或是去幫球隊取分 往往都會造成失誤 所以這時候你要 維持好的進攻欲望 跟正常的節奏 比較重要 如果你 看看湖鼎位置的機會 力道仍然大 哇 再一個 汪哲宇的進攻籃板 這節汪哲宇至少 3到4個進攻籃板 將軍得分 對 光復高中必須要了解到 在FIRE OUT LONG SHOT 欲望上面跟團隊意識上面 可能彼此要互相提醒跟加強 對 進攻籃板 10比3 這是滿大的差距 所以讓南湖創造很多的二波攻勢 不是刻意要打敗的 是一個Lucky SHOT 郭宇宙在轉移 將軍的三分外線投射 進 將軍回來之後連等五分 所以將軍 所以運動場上的精神 總是讓人覺得振奮 將軍現在的表現 看能不能激起他的隊友 燃燒他的運動生命 然後替南湖的晉級放手一搏 謝謝 謝謝